大家好,Anthony在這裏 上個星期我們搬辦公室 收拾了幾天,搬了兩天 所以都頗忙,現在新辦公室 還未完成,東西都搬過去 但還未收拾,還未收拾 所以今集的節目就像上次一樣 只有我的聲音,我現在在家裡 有空的錄音 還是只有畫面,沒有其他東西 有些東西要遮蓋Syria 上次說到Syria的化母 那也是假的,大家都知道 現在就更多evidence 告訴我們,這是一場戲 亦都想說一下中興那件事 大陸半導體、晶片、芯片的問題 最後就說一些經濟問題 關於利息正常化 美國Federal Reserve 加息 關於敘利亞,發生了之後 有兩件事都頗有趣的 第一件事是在英國傳媒Sky News 有一個interview Sky News 的interview 訪問Jonathan Shaw 這個major general 他也頗高級 在英國軍隊那裡 那位interviewer 問Jonathan Shaw 他覺得這件事是怎樣 Jonathan Shaw 很老實地說 我不相信 阿薩政府是會用化母的 即是 覺得這個 那個official narrative 是很有問題的 我不相信真的有化母發生 你果然知道 這件事之後 Sky News 的主持人 就立刻 剪掉 Jonathan Shaw 即是立刻說 我們就要賣告白了 不好意思 即是這樣的 很明顯地不讓他說 另外那件事 就是 一個德國 報告 他去了 Syria 真的去 訪問那些人 是不是真的有化母 發母發生的地方 到處走 看看發生什麼事 又問一下 那些人 當地人就很老實地跟他說 是假的 是假的 你看一下 一般 環境都正常 沒有問題的 這裡 還有 他問了一個問題 不單止他 另外其他人都問了一個問題 那個official narrative 就是 說 喂 我們要launch 一堆這樣的 cruise missiles 去襲擊這些 化母的廠 如果他真的有化母 他的化母 是不會用空襲 去襲擊他 他襲擊了 他那些 chemical chemical weapons 那些 the cloud 會飛到 everywhere including Israel 那你以色列 那些人 實在說 不行 不可以這樣做 可以告訴我 整件事是假的 所以 現在開始 慢慢 有西方 主流傳媒 記者 去當地 做investigation 去問 一些人 是否有化母 真靈架 這件事 這個德國傳媒 這個德國傳媒 這個德國記者 是出名的 德國是一個主流的傳媒人物來的 他的 network 就叫做 ZDF 德國是一個大的報館來的 不是說一些 所謂的 小的 報行 或者一些 alternative media 類似這些 真是大事 過去 大事 對一般人來說 都有一些可信力 這是好消息 慢慢揭露這件事 SKYNEWS 如果有人在這裡 如果想要說真實 就要剪判 他們要剪判 SKYNEWS 很明顯地 是一個 剪判 他們想 保護 政府的 傳統 如果有什麼 距離 就一定要 沉默 就不可以讓他發聲 所以 因為這個 是現場的 Johnson Shaw Major General 在這裡說 I don't think they use chemical weapons 那麼 那個 主持人馬上說 We need to go to commercial break 就是這樣 所以 接下來 可能還有 但是這兩件事 都挺有趣 挺有趣的 接下來 主流傳媒 都不會說 如何強調 這個 化木 attack 因為 很難去掌握這個謊 大家都明白 你說一個謊 要說另外 第二 第三 第四個謊 大話 去掌握第一個謊 第三個謊 就掌握第二個謊 就是連續金利 那 It just gets the lie the bullshit snowballs it just gets bigger and bigger and eventually you just can't cover the whole 那個 故事 it just gets too big to cover 所以就 They would just rather ignore it 現在是這樣 They just wanna ignore it 對 想跟大家 說回這兩件事 另外 中國中興那裡 大家都知道 美國制裁中興 不讓 intel chips 給中興 那裡 也有些陰謀論 但是那些就不說 因為那些是台灣新聞 台灣傳媒爆出來的 那些就不知真是假 但是 我想掌握的事情 亦都是 某些人都 現在 很多人都在說 為什麼 中國 做不到 自己的晶片 兼芯片 芯片和晶片 都是 refer to the same thing 就是那個 micro processor the CPU 整個 半導體 semiconductor 行業 為什麼 是差的呢 是不是真的 那麼差呢 會不會 做得更好呢 有些大陸人 就說 大陸的學者 就說 你透過 中興這件事 下一個目標就是華為 華為現在都被人調查了 之後就聯想 聯想 聯想之後 DJI 其他大公司 如果是這樣 我們不如自己去 搞好半導體和晶片的工業 OK 那 是不是 搞得如何呢 搞不搞得如何呢 這個其實 我也研究了一段時間 因為 晶片這個行業 我也有留意的 所以 可以 去 明確一下 中國 中國 大陸 不是做不到 晶片 晶片 是做到的 但是 現在現有的 那些 現在有幾間公司 有一間叫做 HighSilicon 另外有一些 有五六間是做到的 還要是做到OK的 但是他們做的那些 那些晶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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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用電腦和伺服器的 現在最關鍵的地方 就是 中興那些手提電話的晶片 OK 那 馬雲呢 馬雲呢 馬雲就剛剛 買了一間 我查回給大家 我那個名字 忘記了 他買了一間公司 這間公司 專門做 手提電話的晶片 OK 嗯 那些公司 叫做什麼鬼名 嗯 哎 查到先說 嗯 繼續說 因為 有一個很好的例子 就是 超級電腦的東西 之前跟大家說說 現在在全世界最厲害的 那些超級電腦 其中有兩個超級電腦 是中國大陸製造的 有一個叫做 天河二 另一個叫做 嗯 什麼 太胡 太胡 光 太胡 光是比 天河二厲害的 天河二就先出 天河二是 2013年出的 天河二是用美國intel的chips 好 天河二用了幾千塊 或幾萬塊intel的chips 之後 就出名了 因為 他當時成為全世界最快的超級電腦 就引起美國人注意 美國人就馬上說 喂 你大陸佬 你用我們的chips 然後可以做到最快的超級電腦 我賣給你 讓你不可以做超級電腦 就這樣 OK 那麼 中國 轉頭 幾年後 就製造了 另外一部超級電腦 叫做 太胡 太胡光 太胡 太胡光 比天河二更快 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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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現在 其中一個關鍵問題 就是 太胡光 太胡光 那種chips 可不可以做一些改善 然後 用在手為電腦上 如果是 中興就可以 解決問題 解決問題 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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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個例子 那麼 那麼 中國的chips 究竟有多差 或者有多厲害 這個就是 最差的 可以說 有兩代 背後 Intel 那些 另外一個說法 不是的 是一代 就是 One generation 背後 Intel i7 8 那些 top of the line model OK 嗯 還有 中國的chips semiconductor 行業 它主要是 focus on 電腦和 server 原因 就是 你回覆 幾年前 啊 誰啊 啊 啊 Edward Snowden Snowden 大家也知道是誰 中文 我忘記了 什麼 什麼 我忘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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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nowden 大家都記得他 他爆了 美國的壞事 說 美國政府 黑入全世界的 network 尤其是 主要 機構的 network 以及 server 包括中國 大學 以及 政府的 network 爆了之後 中國政府當然害怕 當時就決心 要發展自己 本地的 晶片 放進去 server 那裡搞了幾年 都有些成果 所以現在 中國那些 server 即是說 政府 以及大銀行的 server 那些大部分 是用著 中國的晶片 那些晶片 有一天叫做 龍芯 好像叫龍芯 英文叫 Long Sun 有幾個系列 3A 三仙系列 類似 那裡那些 就是 用在政府 和銀行的 server 即是 最重要的 機構 以及他們的 network 就是用回自己 國產產品 不用靠美國佬 因為 美國佬 英特爾的科技 就很大機會 被人 Hack 有一個Back Door 就是人家有後門進來 你又不知道 有後門 人家用後門進來 然後知道 你的東西 打起 將來 按一個按鈕 你那些 server 全部閉嘴 做不到 可以避免這個問題 而現在 中國龍芯的 chip 就是 他的chip 那些技術 我就不太了解了 但是 聽他們的 technicians 說 就是 解決了 這個問題 解決了 安全性的問題 他們基本上是 為了去填 這個 保留 back door 這個 weakness 就去 用很多 resources 很多investment 去弄好 龍芯 這套系列 的chips OK 但是 可不可以用在 mobile devices 電話 平板電腦等等 不知道 OK 也不知道 龍芯的chip 有多厲害 或者有多差 只是猜測 只是猜測 但是 也不會 比intel 那些 始終 大陸的晶片行業 就是落後 落後 於美國 可以說一說 這個行業 是不是 越扔錢 就可以 搞定 呢? yes and no 其實 中國的 半導體 和晶片 工業 在1950年 已經有 已經開始 但是 透過 大躍進 文革 等等 等等 這些大王 就停留 了 那麼 1980年 鄧小平 要搞好經濟 要搞科技 那時候 就先 拿回 那時候 拿回 人家 已經 發展得很順利 美國 和英國 和日本 那邊 當時 南韓 Samson 已經開始 做 中國 已經 從 50年代 從 80年代 那已經 慢了 很多 那 不是說 政府一扔錢 就可以 不可以的 原因 就是 你要 產生 整個 Ecosystem 當時 八十年代 九十年代 中國 還在搞經濟 是沒有 市場 就是沒有市場 去使用這些 你慢慢 有市場 買家 就買美國 那些 為什麼要買你那些 另外 那個問題 就是 沒有 有經驗的 technicians 和設計 就算 你設計了 那個 智能 你 做 manufacturing 或者 QC 都可能有問題 結果 那些智能 是不行的 是不行的 是燒的 既然是這樣 人家也是買回 美國佬 Intel 等等 所以 所以 大陸 搞了很多 很多年 用了很多錢 仍然 那個 cheap industry 都是做不到的 另外 有一個問題 就是 這個 本身 大陸的大公司 中興那件事 有少少獨特 中興 某一方面 可以說 自己拿來衰 因為他賺到錢 但又 不搞 R&D 華為 就好些了 他賺到大錢 這樣 就拿了一塊 去做回自己的R&D 所以 華為有自己的chips 如果 美國人說 嘗試 嘗試 shut down 華為 不肯賣 華為 都不怕 死 都可以 撐住 因為華為 有自己的 硬件科技 可以撐住 反而 對華為 有 威脅 就是 Google 假設 美國人說 想 shut down 華為 他的 attack plan 就是 不讓 華為 用Android 到時 華為 就要用自己的OS 華為 是有自己的OS 即是 它有自己的OS Operating System 還有自己的 晶片 但是 問題 就是 你用自己 Made by 華為 Operating System 和晶片 人家會不會 買你的 機器呢 現在 在歐洲 南美 或者 印度 買華為 的機器 都是 貪 便宜 其實 也不算便宜 即是 TOP Model 跟Samsung 和iPhone 都相比 但它真的 很漂亮 但同時 它是用Android 即是大家都懂Android 即是買 如果 你用 如果 華為 用大陸 即是 不買大陸 華為的OS 喂 那 即是 可以不可以呢 那 你又沒有 Play Store Apps 那些東西 基本上 沒有Ecosystem 你沒有Ecosystem 你是賣不到東西 所以 這是一個問題 所以 故事 教我們 大公司大企業 賺到大錢 一定要做R&D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大陸 很多公司是不做的 他們是 賺到錢 就 賣 賣資產 他們 他們 看得到 他們 是想 用一個 shortcut 去買 別人的科技 當時 是有些成功的 幾年前 是有些成功的 但是 今時今日 去年開始 就不行了 別人 都知道 你想搞什麼 不是真的傻仔 那麼 就 阻止你 收購 高科技公司 如果是這樣 你真的要 用那筆錢 去自己 做R&D 有時候 做R&D 是辛苦 但是 結果是好的 因為 你 買別人的東西 別人的東西 是不是剛剛用呢 買了回來 你基本上 可能要做很多 modification 那裡有錢 你做完之後 其實未必是對 市場 如果是這樣 從 scratch 去做 從 design 到 production 到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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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地點 就 令到你 的 最終產品 更加好 之前 試過 你從 歐洲 或者美國 買了一些東西 然後 在大陸 做地點 其實是發生了一些問題 那麼 說回晶片 大陸 大陸 90年代 有幾個基金 這些基金 專門 做半導體 和晶片 R&D 我記得 很久以前 上去 上海 看了一間 那間 叫做 華康 什麼科技公司 他和另外一間 叫做 Shanghai Semiconductors 收到 大陸政府 是很多錢的 當時 那個資金 我完全忘記了 但是 也有 接近 兩個 Billion 美金 的錢 結果 做不到 是做到的 但是 始終 都是 不是 Mainstream 化 可以這樣說 原因就是 你 那些Bias 都是政府 政府部門 大銀行 那些大銀行 接到 叫做 國產 晶片 當然 解放軍 你上網看 那些先進武器 那些大部分 都是用 自己國產的晶片 那些 可不可以 那些 應該都可以 基本上 都沒問題 但是 就 不要 expect 它 to be cutting edge 就是 近 近 這十年 除了 純粹政府 放錢 這些資金 裡面 想 去安排一些 private 付基金 加入 進入項目 希望能夠多一些 private investor 令市場的 investment cycle 和 environment 更加 sensitive to the needs of the market 還有,你成為 private investor 他們當然緊張政府 關於整個過程 由 development 去到收錢 整個過程都很緊張 大陸政府想利用這件事 可以更加推動 大陸的 semiconductor 行業更快 做不做到呢? 這就很難說 因為其實很多公司 他們的公司有多少股份是 private investor 這就不知 其實可能都可以查到的 但是... 需要一點時間 由 private investor 的角度 最大的問題就是時間 你做chips 是很長時間的 這個payback 還要很長時間 基本上 跟投資基建 是相似的 你投資一條橋 或者一個隧道 你那個payback period 是十幾年 十幾年 二十幾年的 三十幾年的 我以前小時候 在那邊 在那邊 小朋友讀書的時候 有一篇新聞 有一天說 恭喜 Sydney 大橋 終於 pay off 終於還了 喂 那時候是九十年代 我忘記了 Sydney 大橋 是何時起的 但是是用了六十年時間 六十幾七十年時間 去pay off 即是 原本那些investors 已經很多都死掉了 但是 你起基建 不是真的 from a pure investment point of view 去衡量的 不是 from a pure cash flow point of view 去衡量的 你整條橋是很多 external benefits 去推動整個 城市的經濟 這個才是重點 其實chips也是一樣的 晶片也是一樣的 但是 問題是 你成為一個private investor 你不會看這些 這麼偉大的東西 你不會看長遠的 你叫我 Anthony 去投資大陸的晶片 還有很多 真的要考慮一下 因為 我也是看 短期和中期 長期 我都可能會投資 但是它有多長 而且風險有多厲害 如果真的太長 加上一些風險 那就真的 那個 proposal 真的不吸引 我寧願用夠錢 放進一些 短一點 快一點的項目 所以 現在 大陸的chip industry 是有這個問題的 剛才提到馬雲 那間 買了那間 high silicon 另外有幾間 有一間叫做 spread turn 另外一間叫做 micro electronic 中文名字 我不知道 中文名字 因為我還是用 看一些英文報告 以及一些英文研究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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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呢 可能 接下來 going forward 就會比較好 原因呢 現在 已經有一班 有經驗的工程師 由 design fabrication production commercialization 這幾個 重要的 step 已經有一班人 已經有經驗了 還有 台灣那些 整 semiconductor 的工程師 高級的那些 已經過了大陸 他們都是 為兩餐而已 大陸那邊 他能付錢 就自然過去咯 之前過去上海 北京那些地方 加上他們 大陸 已經有一班人才 在那裏 就不同 八十年代初 那時候 真的 真的 懶得懶得懶得 那時候 真的 甚至乎 甚至乎 有單新聞 就是 用美國Motorroller 那些chips 刮花 刮了 Made in Made by Motorola Made in US 然後 做Made in China 好像有這單新聞 現在就未必需要這樣做 現在真的可以做自己的chips 但是 有多厲害 有多可靠 就仍然是一個 一個 一個 area of focus 就是 那天 那天 聽到 上面 上海 一個學者 說 這個中興 這件事 令到整個國家 醒了 尤其是政府 以及 Semiconductor 行業 是醒了的 還要是一個 Blessing in Disguise 因為 大家都知道 現在 大陸 搞 這個 Made in China 2025 中國製造 2025 這個 是 推動大陸 高科技 OK 那 為什麼是Blessing in Disguise 呢? 現在搞 可以真的 用自己的chips 自己的科技 自己的design 然後 走自己的路 是用自己的科技 做基礎的 如果這件事不發生 就會仍然繼續用美國intel 那些 到時 如果 Made in China 2025 真的走到 2025 你不要說去到 2025 去到 2020 或者 2021 到時 用了 美國的科技 但是 美國 馬上說 停 不賣給你 那時候 中國就 糟糕了 你用一下 所有東西都是 Based on Intel Technology Intel chip architecture 然後 人家說 一割你 割你 割你 那你就 糟糕了 所以 他們 就說 他現在 搞 搞 這個 中興 這件事 令到 整個 國家 整個工業 去 製造自己 的 Technology Foundation 然後 就 use that as a launch pad 中國 製造 2025 計劃 這樣 就可以 獨立 有獨立 有自主權 不用靠 別人 不用怕 別人 裝了一些 後面 然後 到時 某些東西 就減掉你的 就這樣 這個說法 挺有趣的 我 忘記了 誰說 可以找回 那件衣服 都是 一兩星期前 好像 是 龍心 龍心公司 那個 CEO Anyway 對了 大陸 那個 晶片行業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有的 有公司 做的 有多厲害 這些 很難說 但是 仍然 都做得到 如果不是 政府部門 和 大銀行 都不會 去 龍心 龍心的晶片 嗯 所以 就 研究一下 其實 美國佬說 找些藉口 中興有什麼問題 然後 減掉 這些全部都是廢 可能是 有些是真的 有些是真的 但是 始終的目的 都是 想 2025 計劃 起飛前 就斬你 令你不能起飛 現在是想盡辦法 去壓低 中國的科技發展 因為 如果你正在發展 還要是 上了軌道 就很難 去應付 去懲罰 你了 現在是 殺個嬰兒 不要等嬰兒 長大到二十多歲 然後才對付 你 當然是 還是嬰兒 你才斬她 現在是一樣的道理 繼續看下去 另外想說 就是講經濟問題 今年 大家都知道 聯網儲備加息 他們就是 這件事 稱為 Rate Normalization 即利息正常化 用得正常化 之前過往是非正常 的確是 你走近零息 或者接近零息 是非常之不正常的 某些地方已經是負息了 日本 以及 歐洲 ECB 以及日本央行 是走近負息的 負息是很白癡的 因為 在一個經濟 金融體系 是一定要利息的 為甚麼呢 利息呢 基本上是 the price of money 錢的 價錢 某些情況下 錢是要貴的 另外 某些情況下 錢是要便宜的 如果你的錢是便宜的 你就可以 放多些水 進去經濟 和市場 令到人 借多些錢 借多些錢 他們就可以 投資多些 可以做多些生意 等等 可以使用經濟 當你的經濟 是行得很行 你就覺得 咦 要停一停 你不要令到經濟 去 Turbel charge 這樣去 太誇張 太誇張 又會 產生很多問題 如果是這樣 你又要踩駛駛 因為一輛車 走得太快 你都要踩駛駛 在經濟上 踩駛駛 就是加息 令到the price of money 那些人 會借少些錢 會謹慎 做投資 會小心 因為the price of money 很自然 這個道理 這個小學生都明白 但是 現在 經濟疲弱 跟美國 全世界也會 Jaguar 加速 所以 即是一輛車走得很慢,你要想辦法加速,踩速度,但你又不踩速度,反而是踩速度,那是不是有問題呢? 的確是有問題的,所以聯邦儲備加息很可能是一個trigger來的 trigger the next recession,the next financial collapse,the next financial crisis 這裏呢,因為我現在在家錄音,有沒有畫面有成呢? 有限,我做個presentation,其實我想在白板上畫一些東西出來給大家 有一個東西叫Minsky moment,這個我就想跟大家說 Minsky就是Named after經濟師Carmen Minsky,他就說了一些東西都挺好的,挺make sense的 還有他的道理呢,跟Austria School of Economics,奧地利經濟學所說的理論呢 尤其是奧地利經濟學的business cycle是很相似的 那裏其實是應該說的 那裏我會找一集詳細說的,我會想一想怎樣去present 如果公司仍然是未ready的,我若是在家裡找張紙畫出來,拍給大家 都可以這樣做的 那麼,嗯... 對了,即... 利息這裏呢... 其實有幾個利息要留意的 美國的basic rate要留意的 另一個呢,就叫做LIBOR 我不知大家知不知 你做去銀行金融,就一定知道LIBOR是什麼 LIBOR就是spelled L-I-B-O-R 這是acronym來的 Stands for London Interbank Offered Rate 那這個是什麼呢?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interest rate的標準 它基本上是一個平均interest rate of...幾間大行 這些大行就是倫敦的 所以就叫做倫敦Interbank Interbank 的意思就是銀行 和銀行中間的市場 那麼... 當銀行借錢給另一間銀行 就用這個LIBOR rate去charge 那個loan是多少 那麼... 這個世界上,在金融市場上 很多投資的產品 很多衍生工具的產品 都會用LIBOR的rate 去做這個... 做interest rate 有時候是LIBOR 然後加一些東西 但始終都是LIBOR為主 那麼... LIBOR 過去兩年多 由0.3% 加到2.3% 再說一次 0.3% 0.3% 加到2.3% 2.3% 短短兩年多時間 這件事 你做開金融業 做開銀行業 就知道了 但是... 我相信大家... Prison Break 朋友 大部分都不是做這行業 所以就... 不知道 就算... 增... 增... 短短時間 增加了這麼多 所以... 這個意思呢 就是... 現在... Liquidity 即... 在經濟上 有多少錢 越來越... 少 我在Facebook post 關於Liquidity 不是真的... 有多少水 即...不是液體的水 而是淺 淺的水 你多Liquidity 多水 所以... 就... 就是... 那些錢就馬上飛了 現在... Liquidity 是收緊 OK 所以... Libral Rate 就增加 那為什麼收緊呢? 因為... 大家知道... 有大件事發生了 就來 我在Facebook 那個Post 大家都可以再... 再留意一下 再看看 是講... Liquidity 以及Solvency 以及 Bankruptcy 即... 即... 當... 你... 經濟不夠 開始倒了 由開始倒 變成倒為止 那個Crisis 你的資產會縮小 資產的價值 假設你有一層樓 原本是1000萬 跌 樓價跌 跌到800萬 之後跌到700萬 之後就650 OK 那你就想沽 原本正常是一千萬,大概一千萬,即是九百萬 但是現在因為這麼大問題,全世界都要沽貨,都要保持貨 每個人都要沽貨,令到市跌 你原本一千萬那層樓變成六百多萬 那你放吧,隨便放吧,我需要貨 六百多萬放吧,那裏差四百多萬 但是問題是你原本計算,你那個利益 你腦裡是想著可以拿到一千萬 你腦在想,如果你真的有問題,我可以買了這層樓 收一千萬,有一千萬的利益,但現在不是現在,只有六百多萬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你想想,這個例子,applied to 世界金融體系 全世界的 World Economy 那裏 全世界都是這樣想,都有這個問題 有些聰明的人當然會知道 即是知道,當時的危機率會收縮,以及你的asset value 會低 你的asset value 低,你的liquidity 自然會比較少 原本一千個,現在變成六百多萬 但仍然很多人不是這樣想的 很多人會覺得,可以了,有問題 我沽貨完之後就可以拿到一千個 但現在事實上只有六百多萬 所以,這個就會導致另外一個問題 你的asset value 低,令到liquidity 低,你取得高低 你少了錢,然後還債 那便會導致另外一些 default default 即是還到錢 因為你持人的錢 原本你持人的數目,你還是可以支付回收回 但你不能支付回收回 結果別人的creditor收不到錢 結果他收不到錢,收不到錢,他可能欠錢 結果他又不可以還他債 這是一個chain reaction,連載反應 如果你想想這個道理 他想得到,during a financial crisis,金融風暴是怎樣發生 這就是金融風暴的機關 金融風暴是一個連鎖反應 究竟是怎樣連鎖呢? 直接說了,就是這樣 這是一個例子 但是,你想想在這個金融炭氣上 有幾萬個,幾百萬個,幾千萬個relations 都是這樣 你一個倒置一個,就像一個network effect 所以一想,就想得很快 因為發生了這件事 原本一千萬,只拿到600個回來 然後600個又填另一條數 但那條數又填不完 結果另外另一邊,又拿不到錢 就是這樣 OK 對了,這件事 Heiman Minsky Heiman Minsky 他在四十幾五十年前 就想得到這件事 另外,Austrian School of Economics 也是形容這件事 是形容得不錯的 如果你看到財經版 都會看得到 Heiman Minsky Moment 這件事 我想很多朋友都知道 但是 也需要 講一講 因為這個是很重要的 今年和下年 很大機會有經濟問題 到時 看到Minsky Moment 就是 Minsky Moment 就是 從好景變壞 經濟 經濟 由 Bubble 真是 POP了 然後就倒 真是 糟糕 然後 有 Financial Crisis 轉一轉 那一刻 就是 Minsky Moment 那 哪件事 導致 Minsky Moment 就是 很大機會 加息 為何加息呢? 你一加息 你令到 欠人錢 那班人 要還多些 The price of money goes up They got to pay more back OK 你只看美國 美國 S&P 500 和DAL Jones 兩個index 裡面的上市公司 那裡 如果一加息 加息我當它加50 basis points 它加50 basis points 就會導致 20-25% of all the listed companies in the U.S. to default 我再說一次 我再用中文 我再想一想 如何用中文說 如果美國 Federal Reserve 馬上加息 加50 basis points 因為它每次加息 都是加25 basis points 所以它加兩次 是50 basis points OK 它加50 basis points 就會 美國有兩成至兩成五的公司 就會破壞了 為什麼呢 因為它們是 服務不了 它們是還到債 因為它們每個月還 那塊錢 現在已經去到盡了 它們 cash flow 已經去到盡了 你加息 它們要它還多些 它們是還不到 結果就破產了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那你破產 你那些銀行又不行 收不到數 收不到數 那連鎖反應 就開始發生 就開始 就 kick off 就是這樣 大家都明白這個道理 始終也是那句 為什麼要加息 為什麼Federal Reserve 要加息 喂 它們 有幾個說法 第一個說法 就是它們真是懶惰的 它們仍然是覺得 美國經濟是健康的 它們仍然是覺得 它們看完那些 那些 unemployment unemployment 數據 job creation 數據 那些是假的 說了很多次 我們在節目 很容易去manipulate 有些就是 另外那個 陰謀論 就是 它其實是知道的 但是它想它想 而已 因為它一想 就想到差不多 它可以收拾便宜貨 然後就賺大錢 這個也是一個 valid的說法 所以 那麼 它就 就是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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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Libor Rate 加得那麼厲害 有連 兩年加得那麼厲害 都告訴我 Liquidity 是越來越少了 那美國那邊 要加上息 那就是 真是 真是危險 嗯 到時候 香港也有 壓力加息 陳德琳也說過 出來說 那 對了 即是 這個事情 會再詳細說 因為現在 就沒有 沒有whiteboard 不可以 畫一些公仔出來 不可以畫那個 那個步驟出來 但是 一畫到那個步驟出來 就會 就 就會容易明白一點 嗯 嗯 對了 都差不多成立了 就這樣 看下星期有沒有時間再聊 OK Good Night Bye